而到了2010年的時候 可以說它的價格成了爆炸性的成長 有一個指標性的拍賣紀錄 我們可以做一個參考 當然是不是實際成交不知道 但是最少在那個時候 的確是一個爆炸性的媒體新聞 在2010年的中國嘉德春季拍賣 拍了它一個早年的 大概民國25年左右的 還不是很成熟的草素書題 你看這件作品就知道了 但是它很大所以比較少有 有八尺長 有兩尺多寬八尺長 也算是它的大作品 而這件作品拍得了224萬人民幣 也就是它第一件破千的作品 破千萬台幣的作品 當然就會引起大量的愛好者的注意 使得它的議題在2010年以後 必然成為書法研究上的 包括市場觀察上的 限權 所以這是一個關鍵的一件作品 而當時它的熱度也引發了 中國嘉德舉辦了一個 專題展的專拍 收集了138件拍品 而全數成交總額達到 4510.46萬人民幣 是非常高額的一個成交季 我們看一下這個細節 這個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高額的成交季節 在不管是在對它的認識跟市場上 都達到了一個高度的交集 奔發出了體育論所呈現出來的各個議題 迫使我們要重新面對我們近現代的一個歷史的定位 歷史的一個定位 10年的這件作品 這個從它的風格特色可以看得出來 大約是在民國二十五、六年左右 也就是二十一年成立標準草書社 開始研究草書的前期 所以它的字還有一定程度位碑的體式 草書寫得也比較零散 用筆也比較快速而鬆動 跟晚年相較起來 還不是那麼原熟的 另外一件作品那更是誇張的 到了12月它有一個大的對聯 是它比較早期的 以這個字體形態看起來 應該是在民國二十年到二十一年之間的字體 這個時候還沒有正式成立標準草書社 只是初步開始收起草書的一些範例 這個時候它還是以未非書體為主 不過這時候的衛碑 從民國十五年到民國二十年之間 它的衛碑寫得相當靈活了 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情調兼載了非常多行草書的筆去 所以寫得非常的靈動 而且以原筆為主 捨棄了以坊間為主 以原筆為主 以寬厚 厚重、寬扁、開張為主 所以這個時候也是一般藏家 特別喜愛的衛碑時期的這個時期 大約就是民國二十年到二十英年左右 而這間作品也非常的長 高度達到八尺 兩百四十三公分 六十公分 每件達到六十公分 所以也算是一個大件的對聯 一個大件的對聯 不過很誇張的是在 在一零年的十二月年底 拍出了五百三十七點六萬的銀幣 這樣子可以說是成為 它當時最高價的一件作品 好 這個我們不免俗的 舉這兩個例子 也就是一零年余佑任的議題 可以說是成為我們近現代 書畫發展以及收藏研究的議題中 成為人人所知道的顯學了 我想一零年就奠定 當然這中間還包括了 博物館或各民間單位 舉辦了它的一些大型或小型的回顧展 讓更多人重新去欣賞它的作品 以及重新去定位它的影響力 好 那我這個前言除了我們很簡單的 回顧一下它的一生的行儀 然後一個簡單的開場 讓我們回顧一下 它之所以被我們關注的一個關鍵點 當然在這之後 我們就進入到我們今天的一個主題 從另外一個面向來評估 余佑任先生到底是憑藉什麼條件 可以創造這樣子的一個高的收藏價值 而被很多人所鍾愛 那其中有一個特別的角度來思考 就是它對民間的影響 或者對我們整個文化的一個影響 那比較代表的就是我所研究的這個方向 就是所謂的提屬的書法 提屬的書法簡單講它就是四招招牌 公開的一個書法的表現 那你也可以說這個綁提的這個書法 是書法表現的公共的藝術 公共的 它就是為了要讓人家看到 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是一個公共的藝術 那當然公共的藝術 對公共環境、對公民影響 當然就是最大的 而在50年代開始 50年代、60年代開始 在台灣的民間也非常盛行 邀請書法名家來提寫招牌 在那個年代 招牌、施招、或者是扁國 這個有什麼作用呢 可以彰顯這個單位的一個信用度 好像有名人幫你背書一樣 好像有院長幫你背書一樣 一定有這個作用 在當時非常重視這個的 另外就是懂得什麼書畫家 是最重要的 選到好的人跟好的字 就代表他的文化品味 所以請對了人來提寫招牌 有這兩個作用的 第一個我這個店有信用 有人幫我背書 第二個你看這字多好 我有文化書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提出書法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招牌一立起來 就可以看得出來這家店的文化、歷史的觀感 所以他有非常積極的正面效應 所以很多不管是學術界、商界、企業界 都以嚴謹當時有名的書法家 來提寫招牌為榮 當然首選余佑任與院長 其次像張大謙、虎欣瑜、王壯維等人 都經常為店家或建築的提字為榮 那我們以這個案例來講 我們為什麼要特別去在這個以代 來再追溯這樣子的一個歷史 或者提醒大家對於書法的一個重視呢 例如說我們非常熟悉的長沙街 或者是那個中華路交叉的台北國軍英雄館 那幾個大字非常搶眼就是余佑任先生所提的 那他這個一提字呢 從這個中華路一過去就看到國軍英雄館 台北國軍英雄館 那當然這幾個字非常的遠厚 是屬於他晚年的一個代表 顯示出了在這個單位在60年代的時候 他的一個時代的特色 在軍政之間的某一種複雜的曖昧的歷史情節 我想透過他這個招牌的閱讀 因為太過強烈 當然就會複習到我們這個 很真實的這個歷史的一面 當然也有他這個歷史成就的一面 不過現代的建築是更宏偉 更壯觀 那我舉一例 在貴陽街的高等法院 不小心從那邊過 我看這什麼建築 哇 好宏偉的殿堂 它是高等法院的民視庭大廈 結果我看了半天我還不知道它是什麼 因為它的招牌非常小 然後呢 只屬於電腦制 然後細明體電腦制 小小的就在裡面 雖然是精緻招牌 是電腦自己的製作 如果要跟這個有歷史的 台北國軍總管相較 那真的是比招牌上來講氣勢差太多 建築宏偉多了 而招牌的氣勢真的是差太多 所以你可以感覺現在的單位 主管 包括我們的政府 是不是真的有對文字文化 對藝術 對視覺文化 對歷史等等 是不是有足夠的敏感度跟涵養 從這個例子來講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可見的名家體屬書法是重要的 保存歷史表現文化涵養之外呢 還可以讓我們進一步的去思考 我們現在最夯的所謂的 文化創意產業的未來 文化創意產業當然手重創意 創意怎麼來 當然創意不單單只是應用中西文化 國際化的資源的資訊的交流 更重要的還要包括能夠應用 古今之間的資源 所以我們經常會以為創意 就多看多看 多學多學 多抄襲多抄襲 然後就會有創意 其實不僅僅是這樣子 真正好的創意發揮要包括古典的 也就是我們吸收的素材 來自於橫向的國際間的互動 以及縱向的古今之間 所發生的可能性 綜合出一個可以把握的要點 這樣子的創意其實它的來源更重要 它的學習的資源更重要 所以我想這個是對於我們 這個傳統的文化資源 還不足的一個很明顯的現象 早前在台北街頭 可以看到很多的名家書寫的招牌 像Ulanty的這個台北國軍兇館 還有民權東部的邢天宮 也是他所提寫的 信義路的鼎泰峰等 這是他所提寫的 王鑽維先生提寫的像土地銀行 台灣銀行 中華書局 宮保大樓 這是王鑽維先生所提寫的 虎信玉先生也提寫的 中國眼鏡公司 衡陽路的九輪籌傳百貨公司 重慶南路的三名書局 是邀請虎信玉先生所提寫的 傅思年先生也寫過了 大陸書店等招牌 在60年代 70年代這些招牌來講 就是我們街道文化非常重要的 書法的公共藝術 很多日本的朋友來到台灣 經過我們老一輩的介紹 都很想要好好了解這些書家的招牌在哪裡 在招牌裡面欣賞到 他們寫字的風格特色 所以這個已經成為我們一個街道文化 我們也知道日本也特別重視 這個世招的書寫文化 而且也保留的比台灣好多了 尤其是京都保留的比台灣好多了 如今我們再到京都裡面 去看那些書法家書寫的 非常雄強有勁的試招牌 而且如果他的招牌又有一點年代 那我們會特別感覺到這個店 是很有品牌的 很有品味已經很有品牌的 現在慢慢的我們經過旅遊的經驗裡面 已經發現他具有這樣的作用 當然如果達到這樣子的一個品牌作用 他就能夠衍生出他這個商業上的產值 商業上的產值 所以也不能小看一塊招牌 或者是書法藝術的介入 好 那宜蘭先生在被邀請的各名家來講 當然是首選的 因為他是34年的監察院院長 經過了中華民國的建立 北伐抗戰 跑源 抗日 然後渡台 這個 甚至在台灣 不管是官方 民間 師潭 書潭等等 都有他的足跡 影響是最為廣闊的一個代表 所以當然是以他為首選 而且他的書法剛好在台灣的這15年期間 成為他最圓柔 囚禁 最元首的一個階段 性格平易靜明 所以是提出書法的一個首選 不管是藝文界 學校 商家 廟女等機構 爭相邀請 請他提寫招牌 不過最會可惜的就是 那個時候 因為不用分 透過關心就可以邀請他寫 所以那個時候並沒有比較好的 收藏保護的觀念 經常把原機交給做招牌的 木雕的 就去做了木屏 但是作品都沒有回收 甚至有很多招牌工匠 直接就破壞了原機 因為他也不以為意 甚至有一些做招牌的 根本不知道這是誰 所以大部分民間 尤其是廟宇 都沒有真機存世 都沒有真機存世 而且也大部分沒有在拍賣市場裡面 看到這些廟宇 他的提寫 可見得根本沒有留下來 就已經回首了 甚至有很多的廟宇表示 很早以前 早早就沒看到了 可能在製作招牌的時候 就沒有了 所以那個時候完全不懂得 怎麼樣保存真機 可能直接拿那個招牌上面 就直接用描圖紙 就直接描上去了 描上去以後 因為被弄髒了 乾脆就丟掉了 回收了 只要木屏 刻得好就好 所以那個時候的概念 真的是這樣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好 理論論先生提出書法的重要呢 我剛剛大概約略的提到 這15年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雖然他衛背時期的字呢 是收藏界經常創造 最高單價的一個時期 但是實際上呢 余若任仙的御台的15年 被當作是他人數俱老的 一個代表風格的成熟時期 我問過佑朗 沒有來過 夢中 詢問過佑朗 多次詢問他 他都同意 我這樣子的說法跟想法 他認為他在台灣時期 就是他最喜歡的 最明熟的 這個成就的一個代表 並不是有時候呢 我們有一些收藏界會認為說 未必時期 或者是那個民國 39年 太平老人時期 這個37、80年左右的時候 太平老人時期 那種跳蕩啊 那樣子的瀟灑這樣 那佑朗他自己認為 人數俱老 柔敬 這個應該求柔 求見 才是他人生一生追求的極致 隱隱約約我 聽他這麼說 這跟大家分享 我想他個人的一個間別力 勝過一般人 勝過一般人 所以我們要非常有幸的 就是他在玉台的這十五年 草書 就是他書法的最高法 沒有疑義 當然還有一種疑義啦 有一些學者 包括一些學者提到說 哎呀 幼老晚年都在推動標準草書 那標準草書的標準化 字枝不相迭 意識一懂 簡單美麗 這樣子的一個趨勢來講 一定會壓抑他書寫 所以他的字概念都差不多 所以文字教育的成就很高 可是藝術價值不高 包括大陸學者也有人提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我也深不以為然 經過我請教了余佑老 呵呵呵 那個姜白石說 余立觀古之旅書 不點化震動無窺 無窺貴貴運之時 我們如果有機會看珍積 其實不用等他講話 從珍積的作品裡面 就可以感動到他的預言 所以我們經常只要去看不同的珍積 就可以感受到余佑老他這麼說 他說你看看我這個在台灣 我最滿意的這幾年的作品 沒有都是標準草書 等一下我們從題詞書法裡面 就可以看得出來 還有包括楷書 行書 草書 行草相間 還有這個鼎太空的鼎 還有一點像歷書 所以他也會因時至疑 因意至疑 他有變化的 所以不要誤解 他的標準找出 就一個像親自文的那個樣 那不是 教育理念跟實際落實是不一樣 他是有彈性的 這是非常重要一點 另外一點就是 什麼叫做藝術價值 我想跟大家溝通分享一下 什麼叫做藝術價值 好抽象 你說你是大藝術家 你就有藝術價值 你說你不是大藝術家 你就沒有藝術價值 其實不是 藝術價值 如果我們真要展到 它的普世的價值的話 最簡單就是 它有一種創造力 而這個創造力呢 不同於一般凡人 所以我們認為 這個是有藝術價值 所以藝術 藝術的價值 在於一個創造力 創造力怎麼辨識 你也說你很有創造力 你也說你很有創造力 那創造力要如何來間諜呢 最簡單講 創造力必須要有辨識度 也就是有公認的一個辨識度 那我們舉余佑朗先生的標準草術為例 以他的草術作品為例 是不是他的作品 遠遠地掛在遠方 這個一二十公尺 你遠遠地就知道 那個是余佑朗的作品 幾乎只要了解 近現代書法發展的 大概遠遠地你就說 那個是余佑朗的 所以你一進拍賣會場 不用走到裡面 你遠遠地就知道 那裡有沒有掉一個余佑朗的對聯 或者是一個調服 這個就叫做辨識 所以當草術以流暢遠轉 連綿而灌 一直經過了明末清書 到了民國以後 有人回歸張草的風神 而一返千年來以流轉為美的趨向 然後創造了圓樓內涼 內涵深長的草術風格 你說這樣有沒有創造力 你說這樣有沒有辨識 你說這樣有沒有藝術價值 藝術價值不代表行草術一定要狂肆 行草術一定要黏黏 行草術一定要自重 更大的創造力是 行草術無所不能 能動能盡 動中而盡 盡中而動 這才是行草術的藝術的多元性 所以這個多元性 尤其是符合我們當代藝術 判主的一個標準來講 多元性才是真正的藝術性價值 所以余佑任非常不簡單 他包括他的同道 尤其是他呢 創造的草術到了民國以後 又展現了草術可以內斂生長的 一種表現形式 當然此前就有了 比如說劉幽啊 八大三人啊 他們的草術也是屬於比較內斂生長 但余佑任達到了一種內斂生長的極致 所以我們說他千古一草術 也不為過 也不為過 這個當然有多話 大量的余佑任的提出了四招 提寫的增肌漸漸消失了 但是我們不能忽略的 就是余佑任先生的影響 絕對不是只是靠他的增肌 在博物館裡面展示而已 其實他的影響力更巨大的 應該就是他在民間隨時看得到 如果能夠摸得到 當然更好 最少隨時看得到的這種影響力 才是升值民心 所以幾十年來台灣 因為經濟的快速成長 改變社會的變遷 包括我們的價值觀 也在不斷的改變甚至扭曲 所以不知不覺 快速的流失了 藝術儒化的資源 有的甚至很多 是無法再修復 所以我們必須要急於了解 跟急於做一些搶救的動作 好 台灣地區的余任的提出書法 大概以書封來講 你可以簡單的分為 楷書 行草書 妖倫草書 這三類 那我今天不以這三類來分別 我反而用不同的方式 就是它提出在一些比較代表性的 像公家單位的 我們恢復一下 廟與佛寺的 學術性單位 學校的 或者是民間商號的 以及風景區 還有呢 比較其他的一些現象 像其他的字的一些問題 來跟大家研究研究 這個交流交流 那剛剛 不忘了這個提醒大家的 就是我們這個講座時間 會比較長一點 那基本上呢 我們是不休息 這個就是自由休息 例如說你要上廁所 出去喝杯茶 那請不要客氣 就從後方自動放棄手腳 那我們中間就不休息 因為主辦單位跟我都判你一休息 就不回來了 就到我 不讓你走 你最多去上廁所 然後在外面這個 深呼吸召 那不要客氣 不要客氣 請大家放輕鬆 好 那那個 那個案例太多了 案例太多 全省目前調查起來呢 就已經將近兩百件 將近來兩百件 所以不可能在我們這個 兩個多小時裡面 全部塑禁 而且呢 也可能還在增長當中 所以我們只能提一些案例 有的呢 是有代表性的 有的是有某一種意義的 來跟大家分享 好 我們首先看 國立歷史博物館 跟國家畫廊這個案例 那其實國立歷史博物館 經過我們調查它的舊造定 國立歷史博物館的 這個原來的 這個國立歷史博物館的 這個牌點呢 是敦起優勒先所提 但是它的原始所提 並不是橫式的 是直式的 而這件真機 還搜純在歷史博物館 那這個書體 也不是純粹的草書 是介於行草之間 不過 晚年所書 這個解體寬國 它這個字呢 非常標準的 就是右邊三點這樣子 大約在民國四十五年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之間 它的落款 偶爾會出現 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那三四年間 就會寫成三點 所以有很多人呢 看到比較少 看到三點 就認為它寫錯了 這個認怎麼可以這樣子寫 幾乎接近錯字 所以就認為 那這個不對 其實不是 它有那幾年的年段 它落款會寫成三點 甚至有的是斷開的 有時候瀟灑的時候 就是斷開了 所以整個就是整個 而寫的 錯寫 那也是特意的錯寫 反正已經變成畫牙一樣 變成符號化的書寫 就這個認字的草書來講 它有這樣子的一個 非常簡化的一個現象 就從國立歷史博物館呢 這個牌筆就看得出來 它的寫字的一個特殊的狀態 特殊的狀態 好 那麼歷史博物館呢 在1961年 它提出了直式的招牌以後呢 就把它複製成橫式的招牌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舊照片呢 他們沒有清晰的舊照片 只有在一些活動裡面 還看得到 像食人書展展覽的時候 那個上面 模模糊還看得到一些 所以呢 翻開了這樣子一個 把它放大 不過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這個字體呢 筆畫呢 是比較肥厚的 是加粗的 可能它認為是招牌 所以要增加 增加字型的分量 不過這個 如果以書法的表現來講呢 尤其余倫先生的自己的字型本身 在這個年段 在晚年來講 它本身已經是比較開張的 所以並不需要特別去加粗 加粗了以後 它有時候會變得比較悶 就會變化比較少 因為它的重筆就是因為有一些 比較輕的筆畫 對比出來 但是它並不會顯得小氣 因為它的節字是開張的 它的節字是比較外拓開張的 所以呢 太過於人為的加粗啊 有時候會損及它書法的表現 會變得比較沉悶 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它加粗的並不是很高的 並不是很高的 這個60年代呢 國立歷史國館呢 就開始改建它的新管 新管 新管 因為這個政策呢 是由蔣中正總統所確立下來的 所以呢 新管建立了以後呢 就用了蔣中正先的字體 不是他輕體的 就用它字體喔 極致 製成了現在的那個 歷史國館 國立歷史國館那幾個字 是蔣中正總統的極致而成 一定要這樣嗎 需要這樣嗎 不必要這樣吧 如果我們現在在檢討起來 幼老是在當時成立歷史國館的時候 親自書寫真經 當然就用這塊招牌嘛 那不必要這個 這個 好 不過當時有這種銀河觀賞文化的 有這麼背景 不是我們現在有夠理解的 不是有那麼理解 我們現在 我覺得我們可以期待 歷史國館是不是把原來的招牌 幼老的這個招牌 可以展示在一樓的哪一個地方 那我們進去的時候就看得到 那其實是比較好的 至少我們了解這個歷史的 原來的最原始的招牌的真經 是由余悅樂先生所提的 而且也好好的被說成在歷史文化 這個可能是對歷史文化的一個 比較專業的討論 另外的二樓 大家耳熟能詳的啦 就是二樓國家化的 抬頭一看 有一個黑底金字的牌匾 這個牌匾也是由余悅樂先生所提字的 國家化的四個字體 由這個字體看得出來 它的題字的年代比較早一點 大概是民國四十年左右 民國四十年左右 它的這個題字呢 來講會總高右低的 就是從三十七年一直到四十二年左右 都呈現這樣子的一個字體的形態 那國家化廊是六一年才啟用 所以可見的這個招牌 比較早就提寫好了 是二樓最重要的一個展覽場地 主要是展現近現代的 書畫的經典作品為主的圖畫 那這個大家都很有影響 那我這一次的研究 還做了一個工作 我想說如果大家都去拍照片 然後拍了把它提寫起來 雖然花了很大的功夫 但是還不太夠 如果我們在欣賞見別的過程中 能夠更具體的了解這些牌匾 製作的好與不好 或者呢跟余宥潤先生 原跡的差異有多少 如果能夠做到這樣子的紀錄 那當然是更好的 現存的牌匾的保存情況怎麼樣 然後他當時科製的好不好 余宥潤先生如果他的原跡 可能是怎麼樣 他們差異在哪裡 那這樣子我們來介入這樣子的 調查跟研究才有它的意義 就不是只是簡單的考察跟拍照這樣 所以我會有一些呢 做那個Protoshop的後製 就是你反白來後製 讓你比較接近好像元漆的樣子 但是同時很明顯地看得出來 他科得好不好 國家化呢 看來並沒有找第一流的木工來科 科工來科 科起來好像是剪紙的一樣 那科的人沒有用筆跡的概念 那主辦單位總要有一些吧 不然踏下來也是長差不多這個樣子 所以國家化呢 因為他牌匾保存得很好 加上金字 我們看起來當然是十分輝廣 但如果我們要真要嚴格講 他並沒有製作得很好 當然現在不需要再去改他了 不需要再去改他了 但是我們作於適任余樂先生的 這個書題的話是還是需要有一些專業的考量 為什麼呢 因為大眾都看得到那個牌匾 如果你沒有這方面的一些研究資料的話 那我們一般人會錯以為 幼老的字差不多這樣就差不多了 其實不是 當然是更好 當然是更好 另外有一個隔壁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單位 叫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那這個經過翻查了他們最早期的 還看得到的 他們根本就沒有保存這樣 就對於舊照片 那難得從一些舊照片開幕典禮裡面 終於翻照到了一張照片 我還付費去拍照的 這個國立台灣藝術館是最原始的 沒有教育這兩個字 那這個是1956年 當時的教育部部長張祺君先 有感於國家發展的重要 所以在植物園的旁邊創立了這個國立藝術館 1957年3月29日 國立藝術館正式成立 所以早期的國立台灣藝術館 是由余樂先生所提字的 但是提字的精確的時間 並沒有記錄下來 所以不是很清楚 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個落款的字跡 跟他的用筆的提案 跟圓樓的這種結字造型 也差不多跟他成立的時間是差不多的 大約就是五七年到五八年之間 但是最可怕的是 我們的國立的台灣藝術館 並沒有把原機留下來 為什麼 沒有人知道 甚至 當然我們不能怪現任的館長 現任館長已經不知道第幾任了 對這個牌品怎麼來的 誰寫的都可能還不是很清楚 那更不用講說這個原機到底到哪裡去 反正這個原機並沒有被保存 可見得我們對於文化資產的保留這件事情 真的是太過玩熟 或者說我們遠遠不及日本 遠遠不及日本 好 有些問題我們還是可以繼續檢討 1985年國立台灣藝術館 改字為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就多了教育兩個字了 所以教育這兩個字 勢必就要從余悠潤先生的標準找出去 極致來鬥上去 你鬥上去以後就會發現 當時也搞不清楚是誰來取這兩個字 完全取草書 也就是標準的最簡化的草書 但是殊不知像國 像這個義 像素 這三個字是形書 形態書 所以是不是就一定要存草書 那不一定 那說實在是不一定 所以在極致的時候也可以看得出來 跟幼老的水平還是有一定落差的 然後就有這三個現象 然後還會發現一個比較更離譜的現象 2006年的這個佳勒教育的字 跟布告欄外面這個教育的字 基本上是一樣 但是呢 以原來的台灣藝術教育館的這個求柔的 圓件的字相較起來 它變得比較方硬 變得比較細而硬 這個是怎樣的選擇 不是很清楚 應該是沒有什麼思考的選擇 包括那個藝術的意義已經開始 這個用語上面 刻到後來已經有點浮掉了 最離譜的到現在 他們都還不知道的 一直到我跟館長 最近我跟館長講了以後 他才知道 驚覺到 他們在網站上的這些字 又跟他們的招牌不一樣 那你委託了誰製作 我不知道 平管 無法平管 因為平管的人可能也看起來差不多 但是你仔細看喔 這改成有種到有 從國 從地 台 台這個字特別清楚 不同字耶 官也不同 義也不同 術也不同 術也不同 術完全不同 教也不同 御也不同 官也不同 好 也就是他完全不管你的招牌 自己呢 可能上網去查了標準草書 還是翻了他的字典自己鬥 設計師自己鬥 這樣也pass 成為他的中英文的標準logo 跟他招牌不一樣的logo 我想這也是笑話一件 那麼2012年配合教育部的政策 台灣必須改成反體字 正體字 台這個字 所以呢 這個幼老不在了嗎 所以要集字嗎 乾脆不急的 引請了我們這個 書法界的大老 張光兵 張光老們 來為這個館牌重新提字 這個 也就是目前他的 行政大老的辦公大老 就是用了這個牌匾 不過 我還是跟館長建議說 與幼老的這個草書的 形態書的原來的 國立藝術館的這個牌匾 或者是加了集資交易的這個牌匾 千萬不能裁 千萬不能裁 這一度要完全使用這樣子的牌匾 那我們都非常的這個 敬愛光老 敬愛光老 但是因為 與幼老的這個牌匾 是有歷史性的 如果你能夠用專業的修復 恢復他以前的 體制的那樣子的 圓樓求後的話 我想 醫師教育 對